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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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呢 即將登機了 然後呢 前往登機的地方 現在 機場都沒什麼人啊 大家都不想去芝加哥嗎 嘿 各位 現在呢 教練正要出發去 芝加哥馬拉松的路上 這是我飛機上的第一餐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吃什麼 那目前這邊是雪米茶 然後 今天的 餐前 沙拉 這邊是整套Melody的 哇 這一次 蠻特別的 我應該是搭到Melody飛機了吧 今天的餐點 大家來一起看看 魚肉 然後炒飯 花椰菜跟紅蘿蔔 哇 這很頂啊 然後水果是 蘋果 然後我剛剛把那個麵包吃掉了 因為太餓了 OK 那我先來吃給各位看 餐前的小點心 有個蝦子 味道部分 中規中矩 這番茄我喜歡 番茄是我喜歡的 洋蔥也好吃 還有哈根大絲 好可惜喔 謝謝 基本上 好像我吃東西 感覺都很好吃 所以 好像沒有食物上的問題 接下來 吃完今天的飯 還OK 這魚肉 中規中矩 有點鹹 微波的 就 還算可以了 它麵包還可以重複吃耶 然後我剛剛上來前 我又買了麵包 我想跟大家講 我在上飛機的時候 我是正台班機的 最後一個上飛機的 很像我也沒有吃到 看8點3 或是7點50分到 結果我就是最後一個 所以 意外 意外 我記得我每次搭配鞋 都最後一個 越吃越好吃 我覺得單純是因為我愛吃 如果你想要吃東西 開心吃東西 對不對 運動是你必須 一定要去執行的事情 OK吧 對不對 而且是趁年輕喔 老了代謝一定都會變差 但你年輕的時候 養好你的身體 這些問題就不大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疾病 或有問題 你才要去運動 那跟你說 就來不及了 現在呢 到芝加哥了 然後現在正在下飛機的 途中 然後已經飛行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我第一次到芝加哥了 等一下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切的景況 現在呢正在降落中 距離落地大概只剩下五秒鐘 大概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跟我的學生見面了 然後 在一年前呢 有跟他約定好說 這五年內呢 一定要來芝加哥看他一趟 沒想到這一支影片 卻成為了我 開啟六大馬拉松的第一站 那就來到芝加哥 而且我們時隔不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呢 算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支影片 那等一下呢 就要跟他見面了 OK 那我們詳細就等下 後面看內容吧 OK 順利通過海關了 這算是我最困難的一關吧 因為他剛剛講英文的時候呢 我什麼都聽不懂 然後他一直講 然後我就 Oh yeah Oh no Zizako Mara松 我就一直這樣回 然後最後呢 他就問我 應該是問我說來幾天吧 然後我隨便就回他一個天 然後他就 Good job OK 然後我就出來了 好 反正就這樣 順利 現在要領行李啦 這一次到芝加哥 其中第一天的時候 會感覺到天氣真的非常的涼快 然後我會覺得 哇 好舒服啊 但是其實隔天的時候呢 就發現有點冷 因為可能有點乾燥 雖然說台灣比較潮濕 冷的感覺應該是比較冷的 但是 在第一天訓練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 感覺上面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鼻子會很乾 喉嚨會很痛 你會一直懷疑自己是不是很生病 你也會很緊張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因為剛好吃東西又過敏 所以呢 在這個狀況裡面呢 又導致後面幾天有點鼻涕 反正呢 說來話長 然後接下來加上時差的關係 所以呢 又有頭痛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這一集以後啊 也會再做一集完整的 六代馬拉松的準備須知 會拍一支更完整的內容 然後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了解 之後去參加不同的六代馬拉松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時差 甚至要怎麼去做規劃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芝加哥馬拉松到底花了多少錢 或者說要知道 之後要怎麼規劃芝加哥馬拉松 可能2025年 那大家歡迎在底下留言 想知道 那教練明年開團 大家一起來 拼搏 好啦 那反正 這個 接下來呢 在這之前呢 接下來我就要準備芝加哥馬拉松 那當然 大老遠來到這裡 肯定是要開啟逛更客模式的 那附近的商店呢 就肯定逛了一圈 那首先呢 第一天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有得到一些消息嘛 因為我們的學生就在這裡 所以他跟我告知 這裡的甜甜圈呢 千萬不要買 因為非常非常的甜啊 那這裡呢 絕對呢 是超越台南人的口味啊 就是我認為我自己是台南人 然後我已經非常愛吃甜的 但到這裡的時候呢 因為賽前 嗯 還是扛不住啊 各位 這裡的飲料啊 跟甜甜圈呢 都非常恐怖 那我是沒有碰甜甜圈 我後來是有吃一般的甜甜圈 但也已經很甜了 那巧克力的話 哇那不得了 超級甜 連星巴克的巧克力呢 都偏甜 所以呢這裡的口味呢 基本上都加了一個甜啊 就是他的甜 如果說像咖啡濃縮一樣 可以一等份兩等份 他大概都多加了三等份 呵呵 對就是這樣 接著一路到這裡的環境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裡 運動風氣非常不錯 因為每天早上呢 其實都蠻多人跑著 台灣也沒有輸太多 但這裡的話呢 運動的模式是這樣 一整天都會持續有人在運動 可能 中間的時間 當然那個天氣熱不會有人嘛 但 他們其實運動的風氣 我覺得台灣其實也不差啦 但就是 這裡的人口基礎比較高嘛 所以其實 他們是全民運動沒錯 但是什麼年紀都有 然後台灣 會比較導向於就是 老人 然後跟小孩 然後還有 專項運動 就可能騎腳踏車啊 跑跑步的人 那其餘的部分 就情侶散散步可能會有 但不會有 各個年齡層都在接觸同一項運動 對 因為這裡會有那種 像籃球啊 或者說壁球啊 巧顧球啦 不是壁球 然後公園遛狗 哇 超一盛行 這裡啊 就是到處都有一大堆人在遛狗 然後 滿多比特拳的 所以我很怕 但這不是重點 就整個風氣還不錯啦 那跑步的感覺 其實到後面幾天 有開始比較適宜一點 然後 我個人覺得在第一第二次訓練的時候呢 大概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 鼻子比較乾一點 所以 來這裡的話要多喝水 但是多喝水會有 調時差的時候 如果你硬撐過去 你晚上的時候就會一直尿尿 所以 還是有一些虛質啊 那我們下一集呢 會再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在底下留言打想了解 我們芝加哥可以多做幾集 大家這一集 趕快幫我這個影片點個讚 這個真的是大量的花費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我的影片 那 感謝各位關注啦 好不好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教練的芝加哥馬拉松已經完成了 然後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 留言恭喜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內容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看 想要看什麼內容 教練也會做一些 更完整的分享 那感謝大家關注 好 那我們就按讚按起來 影片下面留言 OK 那這邊呢 就是密西根大道啦 各位 醉鬧 不是醉鬧 算樂區 然後呢 起跑點會在剛剛前面的 有一顆蛋 然後那蛋的下面 然後它會從那邊往北邊跑 北邊跑完之後回來再往南邊跑 南邊回來之後再往西邊跑 這邊回來之後再經過密西根大道 最後就剩下五公里了 所以這時候呢就要加速了 OK 那這路線看起來 OK 有點歪歪的 OK 好 反正這裡就是整個路線算非常的平衡 那這樣吧 各位我們等一下有內容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的第二次的訓練結束了 然後今天算是在 芝加哥的 剛剛在碼頭上面呢 進行了四公里的慢跑 然後接著再做 四公里的這個 比賽節奏的 配速跑 那比賽節奏大概比 原先預定的再快一點點 就是做一些刺激 然後大致上會在賽前最後 去做這樣的嘗試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在比賽馬拉松前啊 其實如果你的訓練量是足夠的 其實你在最後階段的時候 去進行一到兩次的強度 是可以幫助你的身體更適應 在比賽的時候呢 可以好好去運用你 先前訓練的整個狀態 就是 因為你如果完整的 就是做慢跑或緩和休息 有時候如果你的身體 呃 向下適應就是你會覺得太舒服啊 放太鬆 有時候就會導致你的身體狀況沒有那麼好 心率拉不起來的話 到比賽狀態的時候呢 就可能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有時候做一點點刺激 幫助心率刺激起來的話 其實在比賽的時候 更容易進入狀況 然後當然呢 我覺得這也是 不一樣的調整方式 我自己會進行這樣 然後後面幾天就會進行慢跑 然後做恢復 那包含說賽前的休息跟調整 那 像一般的跑者來說的話 會遇到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就是說賽前不知道怎麼調整 有時候放鬆放太多 就像很多人就是 賽前一週就好好休息 可是休息太多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狀態 機能就會下滑 肌肉也會比較疲勞 然後因為先前的訓練 就會開始把這種疲勞顯現出來 所以你就會開始比較放鬆 那這時候 整個肌肉的狀態沒有那麼 算是簡單粗話的講法 就是說沒有那麼緊實的話 你在這個進行馬拉松賽事的狀態 就肌肉狀態不會那麼好 那心率狀態也會偏高 所以我覺得這方式 可以給大家去做一點點的建議 那就是賽前兩天再做一個完整的休息 或許對於你比賽的狀態 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那當然 國外馬拉松我覺得 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提早到這個地方 去做適應跟調整時差 還有食物上面的適應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通常普遍大家來說 就是會選擇賽前幾天來到 那可能假期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會有點可惜 因為 沒辦法好好調整 到比賽就沒辦法好好享受 那記得好好訓練才能夠享受賽事 好啦 那詳細後面還有沒有內容要分享的話 我不確定 那我們等一下就邊走邊拍 OK 那先這樣 Let's ride 囉 走鬆 走 走 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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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